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笑节目 又开始了新一周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芳 每天下午五点就在这里 好来关注今天 过了一个周末 又有好多新鲜的明星释放出的消息 像是工作室 分享了刘诗诗的最新写真大片 穿着蓝色长裙 一颦一笑 竟显端庄气质 白鹿这位演员分享的是随拍的一些美照 身穿泡泡袖的蓝色上衣 搭配那种小卷发 就好像洋娃娃一样 然后呢 这个腮红这里 特别红 就感觉受伤的那种感觉 不过也凸显元气少女感 真正的少女有少女感呢 不新鲜 但是这位44岁的演员秦兰 也晒美照 穿着超短的那种运动短裙 然后露出了细长的眉腿 带着帽球帽 然后穿着非常的年轻 哇 真的是一点都不显 她那个年纪 有点半嫩的感觉 而在美国加州 Jennifer Lopez和本阿弗莱克 据说在比弗利山庄 共进了一顿家庭午餐 和他们的孩子 一起共度了宝贵的时间 以此来切纪念 他们结婚一周年的日子 非常有纪念意义 有时候平常的一顿午饭 或者晚饭 但是有了意义的存在 就赋予了它价值 另外7月17号的凌晨时分 演员刘亚瑟晒合照 为霍文西庆生 写到Many姐生日快乐啊 去年的今天 我拿下了一座小金像 今天我会努力成团 当然只是努力而已 是啊 有时候哪怕拼尽全力 努力了十分 但是得到的成果 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你还是要努力啊 照片中刘亚瑟 也是酷萨十足 穿着里面的那种 小运动背心 大秀这个美黑的腹肌 身材也十分的苗条 据说在重复2023里面 也是得到了训练吧 另外一个纪念日是 陈一迅 这位歌手在微博中发文 庆祝他出道28周年 他说非常感谢 所有一直帮助我 支持我的朋友 谢谢你们欣赏我 我会继续做好 我每一次的演出 而这一天的特别的日子 也是他刚好在巡演的路上 路途当中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在那个体育场旁边的 过道里拍了一张大合影 我觉得工作中纪念某一个日子 也是相当有意义的 7月16号 谭永林谭校长晒照报平安 称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好一些了 大家不要担心 就前两天吧 谭永林发文 拍了一张自拍照 头发凌乱 脸颊凹陷 显得特别的憔悴 好像也是运动太过了 然后结果着凉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有点生病的状态 这个年纪还是要保持一些 正常的生活规律比较好 而他这次晒照 也说自己开始在家里的跑步机 慢跑起来 在恢复当中 再来关注到娱乐秀 其他的一些明星家庭的消息 虎可分享了一张全家福 也是为大儿子安吉庆祝他12岁的生日 一家四口同框 显得非常的幸福 不过仔细看 两个儿子安吉和小鱼儿 真的是青春期吧 暴风成长 不过好像补的也太厉害了 这个身材愈发魁梧 说的好听点是魁梧 难听点就说太胖了 另外八卦媒体还曝光了 高圆圆和赵又婷 带女儿在下雨天的大马路上散步的视频 就是傍晚时分 高圆圆赵又婷穿着拖鞋 棒球帽 然后打扮很休闲 就像是吃完饭 一家三口出来溜达溜达 女儿则是穿了一件粉色的蓬蓬裙 当时天上下着小雨 但他们都没有打伞 就这样边走边玩 跟爸爸妈妈互动 手拉手一家三口向前走 之后逛了半个小时 然后进住宅楼里乘点梯回家 应该也是住在一个小区里 还有在台湾被偶遇的吴燕祖 据说是去台湾拍摄旅客背松的新片 The Weekend Escape 就是暂时意叫周末大逃亡 然后当地媒体就曝光了 吴燕祖这次带着他的妻子 Lisa S和他的十岁女儿吴斐然 现身在台北街头的照片 吴燕祖灰色T恤 黑色长裤 头戴黑色的鸭舌帽 旁边的老婆也是一身休闲 牛仔裤搭黑色帽子 两人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然后十岁的女儿则是白衣白裤 身材高挑 两口子都是大高个儿 所以也是遗传了爸妈的好基因 而之前吴燕祖在台北逛夜市的时候 就开心的和曾经跟他一起合作 西游ABC的刘靖 在社交网站晒出他们俩的自拍照 可见这一趟旅程让他心情也是相当愉悦 去台湾又工作又可以玩乐吃喝 一句两得 而体育方面的消息来看 7月16号美国佛罗里达州 大卫贝康姆参加了 梅西加盟到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 一个欢迎仪式 两人在现场热情的拥抱 并且展示了10号球衣 Welcome to American 欢迎来美国 而正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就是 2023温网的一些比赛了 网球比赛 往年的这个温网看台上 当然不乏众多的演艺圈的明星的身影 今年更是明星齐聚 星光璀璨 然后大咖们也都纷纷化身为小粉丝 见证那些替谈 网谈名将的荣耀时刻 比如说 一个镜头望上去 看台上 邓超和Angela Baby 同框 两人也是热情的投入的在看 精彩时刻还太掏出手机来拍照 然后镜头 旁边一看 金与宾 韩国的 还有郑秀金 还有斗森 汤姆 希德勒斯顿 还有Amy 阿里安娜 Grande 还有安德鲁加菲尔德 乔纳森 贝利 007丹尼尔克雷格 还有布拉德 匹特 都是盛装出席 都是穿得比较正式一些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镜头 这样拍也是一个合影 这样拍也是一个 总之 破刺圆壁的同框 也是让不少网友惊喜说 这样神奇的同框 还真是许久未见 又到一年717 7月17号 就是歌手老靴的生日 老靴生日快乐 而在7月16号的0点10分 薛之谦的新歌 念 想念的念 也上线了 这是一首等了五年的歌曲 在薛之谦生日之际 特意送给千友们 这首歌由薛之谦作词 薛之谦和赵英俊作曲 是一首充满了回忆 充满了力量的歌曲 陪我热爱的 挚爱的 坚持的 抵抗的 承蒙观照 这是写给千友们的一首作品 是羁绊中的回馈 是过往的总结 是互相搀扶的感恩 是继续这段奇妙的缘分 熟悉的质感唱腔 搭配薛之谦从来不会令人失望的深邃歌词 将他这一路的思考和成长 化为乐动的古典和音符 随着佩气弦乐的层层推进 情绪如同海浪一般 推向高潮 引人共情 接下来 Music Show 我们就稍时休息片刻 娱乐秀来听到的就是 薛之谦 在生日之际送给大家的这首新歌 念 我算不算心愿 残枝生来无间 情如凡胎肉眼 笑我这半身放下的尊严 我算不算经验 热来燃火埋怨 曾经放花冷眼 飞蛾你为何真实来相见 你何苦战我前面 但暴风来临之嫌 不愿被乱水拆解 你不必随我宣线 是否要挣扎些年 才可以对换身体 我只剩一句抱歉 你陪我对抗世界 你算不想遥远 仿佛在我身边 断发还是长变 这次是错过还是会遇见 我算不算丢脸 春季借我奔天 每当分铃而裂 绘画作山巅带着雨出现 你何苦站我前面 当万箭来临之前 就让我灰飞烟烟 你不必随我眷陷 是否要真有些年 才可以公平相恋 我只剩一句抱歉 你陪我对抗世界 我算不算鲜艳 我算不算丢脸 我算不算卖脸 你何苦看我前面 让平台山巅带着山巅带着雨出现 我本就来自身边 你不必随我眷陷 我怎么会有善念 也知乎无聊待念 你没有一句怨言 就陪我对抗世界 那快点自我显明 想要快方丈人脸 心虚会叹脱无言 再渺望一律思念 当我快放弃心愿 你让我心魔一念 我心情茫茫白血 只用我走出黑夜 看半首锣骨喧甜 看百贵整起冬天 并不是梦中双眼 幸福会平均出现 我还是那个少年 不曾被世界催眠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就在娱乐秀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一首新歌 来自薛之谦的念 也是在他生日之际 送给他的支持他的一些歌迷朋友 非常的气势磅礴 很有热血的那种感觉 如果真的是歌迷的话 应该会听得比较激动吧 继续回来小娱乐 来关注到 由于美国演员工会 和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的 罢工事件 目前导致非常多的一些 正在拍摄的超级大片 陷入到暂停拍摄的泥潭中 有报道说 像是索尼漫威 超级英雄的新片 独夜3 还有漫威的新片 死士3 还有备受期待的 谍中谍8 都停止了拍摄 这还是比较有名的 剩下肯定还有很多小剧组吧 另外这三部也是 首批受到影响的影片 预计要等新合同达成 或者罢工结束后 才能够复拍了 独夜3 近期是在西班牙 开拍 而死士3 也刚刚开始 此前的编剧罢工 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而这次两个组织联合罢工 所以涉及到的范围 也会更广 另外就是因为 美国演员工会 和广播电视 艺人联合工会的联合罢工 备受关注的沙丘二 已经取消了 今年在San Diego 漫展上的所有展览和活动 因为之前我介绍过 在相关的罢工的条例里面 就是罢工期间 参加工会的演员 不能够拍摄任何电影电视 不能够参加影视剧的 首映宣传采访 不能够在漫展等活动上 宣传任何影视作品 就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吧 跟你工作相关的 像上周我们介绍 奥本海默在伦敦的首映礼 据说是卡着点 就是知道再过一个小时 就要罢工了 然后他们提前举办的 这个首映礼 后来我看新闻才发现的 所以而且他们匆匆地走完红毯 拍了照之后就离开了现场 也没有进行后续的一些宣发工作 而该片在美国的首映 是被取消了 这一次呢动静挺大的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好莱坞演员工会在1980年后 这是首次罢工 还有就是1960年后 这次是演员工会和编剧工会 首次同时罢工 美国演员工会和广播电视 艺人联合工会 一共有16万名的成员 包括演员 特技演员 配音演员 行业记者 DJ 舞者歌手等等 所以罢工的影响面是巨大的 而按照计划 《杀丘2》的上映时间是11月3号 很难说 那个时候会不会可以宣传了 而另外一个在罢工之后 首个大型好莱坞大片的首映活动 就是在没有主演的参与情况下 举办了首映礼 《幽灵鬼屋》的首映礼 放在了迪士尼乐园举办 导演 Justin 西米恩是盛装出席 然后由乐园里的工作人员 打扮成电影当中的人物 一起出现在红毯上 哎呀 这也是制片方的无奈之举 不过还好 它是迪士尼旗下的影片 所以他们在迪士尼乐园里 举办了首映 好歹也挺像回事 而且毕竟那部片子 就是迪士尼里面的一个游乐项目 那其他的好莱坞大片 恐怕就没有如此便利的条件了 所以在罢工的影响下 稍后好莱坞的一些影片 如何举办首映礼 和宣传 这真的是一个引人思考的全新的课题 能不能像宫崎骏的那部片子一样 做到无宣发上映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说到宫崎骏的新作 这位82岁的老人家 又出了新作品 就是他的退休作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在无宣发的状态下 7月14号在日本本土上映 首周末三天的票房达到 15.7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8092万元 创造了今年日本第三高的 首周末票房 也是吉普利工作室成立以来的 第二高的首周末票房 据说口碑呈现两极化趋势 被称为日本豆瓣和烂番茄的 日本电影评分网站 就是印画.com上 该片的开画得分是三分 他们是五分制的 而且目前是三点三 大部分观众的留言 都写着看不懂 给他打高分的评论 也这么说 说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相当感动 而低分的给出的评价 基本上都是在吐槽 太难懂了 不明白在讲什么 当然也有评论说 该片注定会横扫明年的多个奖项 包括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 这也是相当高的肯定了 宫崎骏导演的这部新作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目前已经在北美宣布会上映 宣布改名 首先是定名为男孩和仓路 和原来的这个标题相比 新的标题显得充满诗意吧 可以任由你想象 另外这部动画也不是对原作的 直接改编 宫崎骏形容是一个全新的 宏大的奇幻的原创作品 很想在北美看一看 不过上映日期 目前还没有确定 说实话 有期望就会有失望 但是永远不要放弃期望 因为等待的过程 永远是美好的 娱乐秀 期待下一次和你的见面 我是主持人小芳 See you 拜拜 老鼠大耳皮球空挂 在落地上 宝贝的位置在路旁 有了手把 永远从所谓 在这小时弥漫 这个城市不得是如此的缓慢 你用灯散锁的打印 刻在床上 除非没有等待时光 能否在雨上 老酒的车站 空谱的车站 怀念从前的人来了 在我的灯泡 在夜里为了 过去的北把酒留在手 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当你收到现在我还在流浪 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 水上的照片里 你微笑的模样 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 等你收到现在我还在流浪 想起轻轻松 从我的小声 我依然记得 年轻转弯弹的交道 还有一句话 爱心 大闹到场 你用灯散锁的打印 刻在床上 从不美要的那时光 能否在雨上 老酒的车站 空谱的车站 迈你从前的人来了 忘了 在外的灯泡 在夜里为了 过去的背包就留在手 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当你收到现在我还在流浪 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 水上的照片里 你微笑的模样 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 等你收到现在我还在流浪 想起轻轻松 从我的小声 我依然记得 年轻轻软弯弹的交道 还有一句话 爱心 大闹到场 当你收到现在我还在流浪 当你收到现在我还在流浪 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 水上的照片里 你微笑的模样 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 等你收到现在我还在流浪 像只紧紧紧紧过的笑容 我依然记得 年轻卷完蛋的教堂 还有一句话 爱心的那道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